台湾确定2000万剂疫苗入带 今年3月正式供货 但要怎么施打最有效 国际间接续开打 英国却公布 为了要让更多人都能打到疫苗 先有保护力 第一剂和第二剂间隔 拉长到12周 拉长间隔也可能发生 原本施打的疫苗不够 如果要混打的情形 会不会有安全上的疑虑 有一个研究去证实 混着打以后的一个有效性 才能够打 至于它的安全性的话 是不太会有问题 因为这些大概都是一个 安全性很高的疫苗 我们只是担心它的有效性而已 混打不一定能达到 如预期的有效性 疫情指挥中心也宣布 台湾不会混打 会依照疫苗厂给的 建议来做实行 大爱新闻 线水山李明华台北报道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